這次改版戰士應該算是毒瘤了吧 然後有幾張牌 像這個什麼霹靂至尊爆發博士 如果你們玩戰士的話我就覺得 這個可以一定可以合一張 然後現在比較好玩的一些牌就是用什麼 工匠板手啊 八條哥布林啊這些東西 去做炸彈喔 跟對方玩那個抽鬼牌 然後特別介紹一下這一次 如實有一個新的東西是 雙生法術喔 一個人其實也可以 一個人咧 我看到獵人有一個 不會沒有吧 我應該什麼都有啊 喔這個啦 雙生法術 不好意思我那個眼睛不好 我看字很辛苦 所以要連續重看好幾次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那麼激動啊 我真的大家都打爐石啊 啊你有你強向的地方 我有我強向的地方嘛 我會主牌給你們玩啊 還好我怎麼樣 一直講幹嘛 你們都警衣嗎 也沒有啊 我先喝狗水冷靜一下 雙生法術就是你使用這個法術之後 他會回一張 一模一樣的東西到你的手上 就是一張牌可以使用兩次啊 這是比較新的東西 我覺得很有創意的東西 是我覺得剛剛有稍微提一下 這張牌 算是我覺得改的特別好的 雖然隨機性高 對選手來說比較不好 可是像我們這種類型的玩家比較適合 就是偏娛樂的 真的是娛樂來玩的 就可以丟對方的東西讓對方崩潰 雖然我崩潰的次數比較多一點 多一點點而已 真的只有一點點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次那個 跟Visa合作的活動 你只要是有Visa的 這個是只限定台灣才有的 你只要是用Visa刷 單筆消費滿五百九 你就可以獲得Visa專屬禮包 最高可以領十五包卡包 跟三張競技場門票 啊競技場看你們喜不喜歡打 我自己是本身不太打競技場 有人說卡不夠就去打競技場啊 卡不夠你可以再刷一筆啊 對不對 我就是屬於後者 啊如果這邊不夠了 我就會再刷一筆 然後他會送的東西在這邊 如果你是國泰四華銀行的卡 你可以再有額外的東西 如石戰記刷Visa卡消費 雙重優惠 他有一個這個的卡牌包 那應該是比別人再多一點東西 你如此很多人會來問嘛 我要買卡包怎麼辦 刷卡啊 我從哪裡都在卡包比較快 刷卡啊 不然呢 你求我我也不會給你卡片啊 你不如直接把魔法小卡拿出來 Visa香港能用嗎 喔台灣發行的卡才行 所以你香港不能用 台灣發行的卡才行 台灣人獨家 新火復活木 我有什麼看法 新火木這個東西已經 如石出多久 新火木就接近有多久 復活木在前面幾個 兩二至三個版本 他都也有了 那你把一個三四年前的東西 跟一個幾個月前大家都在玩的東西 合在一起 對我來講不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所以我不會在這個時間點去玩 這種類型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 這 昨天一直玩那個炸彈 炸彈的戰士 因為 之前沒有這種 這種 整個combo都是在玩炸彈的 那為什麼今天會玩控制戰 因為我想要浪費大家時間 不好意思 我只是單純誠實回答 就是 我遇到他們 我不希望他們太好過 這個版本 我覺得目前玩起來是很不錯 基本上 我必須講一個東西 就是 如石每次剛改版的時候 如果你是有磨成人 你要好好珍惜前面兩個禮拜 我給所有如石的玩家一個很 很誠實的一個說法 自己去玩一些東西 你才能夠體驗到 這個遊戲在玩些什麼東西 你在前兩個禮拜你玩 你自己如果組一些東西 你打死別人 那個是 特別開心的 你懂嗎 這像我玩控制戰 我想要 浪費對方的時間 不是我 我時間多 我時間也很貴好不好 只是我在那個時候 我就感覺說 他當下一定很痛苦 他一定不知道我在幹嘛 可是我覺得玩遊戲就是這樣 你 你怎麼玩讓對方痛苦 你一定就舒服 好啦 最後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記得喔 就刷Visa卡 可以多五包 五包蠻多的 你這樣看 你刷個五千九 就多五十包了耶 喔 他最多十五包 不是啊 你可以先 你可以先用這個 刷十五包 再用別人的帳號刷十五包啊 然後再用別人的帳號刷十五包啊 不用在同一個帳號打毛線 很簡單啊 你一個帳號組一套牌 你只要有十個帳號 你就可以有十套牌啦 你今天想玩什麼職業 你就開什麼職業 對不對 說到如此 之前啊 跟你們一起 組牌啊 打比賽 真的他媽覺得你們是王八蛋 我之前的比賽 就因為你們的那個 觀眾數 打輸了 一開始我二槓領別人 然後組了一個觀眾數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一張一張補進去的 直接被他媽穿山 只有我願意 用你們的牌組去打比賽 你們還不幫我加油 打輸了還要嚇我 啊啊啊啊 誰叫你要相信我們 早就贏到你了吧 什麼東西的 這那麼誇張的